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常溪飛馬的節目 這次是常溪波馬 這次是常溪波馬嗎 有波提供嗎 當然提供 我也有些心水的波提供一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常溪波馬不如先說馬 上次星期三你贏不贏錢 是贏錢的 但我提到過什麼島嶼有一流王 福滿寶 福什麼寶 還有無可限量跑第三 那次我輸得很金一 但意外那些是不錯 首先我有買一流王 我有买一幅 但临隆祥赌的最多钱就是赌宽伦的大宜门 还有赌了多多保企 因为那只幽阳就跑第二 你那只半保区就跑第二 我想苗里德一定去到最后 18元就18元 看看指数都可以的 我还没开灾 我也是输的 但你有半保区 没有啊 做不到 看运气都不太好 不如先试一下球 试一下球 我想说一些东西 如果我什么都不理 买田鸡都有赚 田鸡好像都挺醒神 难怪有人在网上说 今年会不会不是三哥会变成二哥呢 其实还是贵一点 因为大家都看到 潘顿是很明显示了契士 神经病 结果仿佛法哥在外面中 所以潘顿应该还有多少筹码 你当欣斯里面的新马厨部赢了两场 你也很耐忌 没错 看看田鸡的表现 现在目前是二哥 看看今年田鸡真的会变成二哥 来到这一刻的情况都是三大师傅 无可避免要这么说 三个师傅 赢得最多就是这三个 似乎的格局都没有变 梁家俊 甚至何宅妖 何宅妖都没有 巴道就是赢了一只十二马开齋 我认为何宅妖每年都有八场在底 金翔和十一只都已经比八场 我对何宅妖都比较失望 看见他骑几只马 霍宏星还是没有什么表现 霍宏星好像还没进过三甲 马还没进过三甲 而且他需要骑凳的马 很简单 你想想 伟大骑到的马 很油 你不是很大 是啊 就是要观察 看完星期日 看看霍宏星的表现如何 星期日也没有什么机会 刚才看过 先问一下 星期日霍宏星也 我不觉得他会打得起东方繁华 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 反而是尾三场那两只 那两只起奥龙和聪明导弹 有些机会的 那些起奥龙可以搏一下冷脚 一定冷脚不清不错 那看下情况 大家留意 星期日还有什么特别 星期日的赛马 星期日的赛马就是 首先 又跑来 其实你看错了 田泰安并不是二哥 而是一哥 我说 今年的人说 他有机会做二哥 就是取代 取代 你觉得他取代到潘顿 还是取代莫雷拉 如果现在看小 就似乎取代莫雷拉 潘顺 是啊 很像柔柔地 不过也不是 很准确的 要拨起上来 现在三分天下 三个都是四场马 但是田鸡威的地方 有四场第二 最厉害的地方 结果排到头位 有什么特别东西呢 泥底 泥底就是要买田鸡 泥底买田鸡 所以这三场泥底 其实一路顺风 日辉煌和激赏 激赏都很老了 这些马 以前在赛项上 搞了搞了 下来三班 三班有用 日辉煌 可能去年 日辉煌 你可以参考去年 他和一只金津一号 金津一号跑的 所以其实都可以的 跑泥底 有得追一下 一路顺风 跑泥底也很有根据 你三只可以 我觉得田泰安 可以先打底 如果有人买 騎斯王 因为我也选了田泰安 介绍 我是介绍第九场的 支度财成 我也选了田泰安 留意田泰安 看看他的表现 看看可不可以 又起过孖 又起过孖 上年这一天 就是田泰安三分 騎斯王好像是50分 我忘了 大家要留意 因为田泰安 除了三场 泥底之外 另外第九场 支度赛四有机会 以及第十场 美一阳飞 我也觉得是有机会的 是最喜欢的 摇本花 是呀 还没交代 记住 美一阳飞不断接近 但是每季一季 一季头马上季 买皮就可以了 他写接近 这些马炮千四 我们就是这样 还有其他东西 好 讲心水 讲心水 你还是我 我就是 我第一场 首先我选了第一场 五班千六米 五班千六米 我选了九号 金刚复星 又来啊 我去年有选过N次 我忘记了 这次就是 他跑过很多次 跑过十二场 如果我看着马炮一路数上去的话 他最好的那次档位 就是之前波剑市 有次跑过二档 彭国年跑过三档 今次也是三档 就算是最好的档位 不过今次的路程 也是跑过田草千六 田草千六 他跑过一次 已经跑第二 那次搬顿跑过 输给开心大师 其实他也出了 然后陈佳一只开心大师 就在中间穿出来 赢了 今次就没有开心大师 当然我们看本顿马的时候 要留意一下 同场有没有方家拍 是没有的 可以很放心 这些马 明天有些赔率 不会是很热很热的马 不是的 我估计都会热热的 热热的 但是不会很热 可能七倍 因为霍云升旗刑感 又有个说法是 你跑回千六米 你的最佳道程 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买一只三档的候上马 那你在想有没有马放投 你看到陈佳一只骑着劍烈锋 你都知道 你看到他都会乱放的 还有雪卡之后 一定有力 一定有很多马放的 加上美活人生 你不知道田坑会不会做什么 他可以很慢 可以不放 可以乱放 可以乱放 可以追 到时看看赔率 如果有赔率 有6-7倍 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这样 如果6-7倍 就是过热 所以可以买 如果你说20倍 20倍 就没人买了 10倍就没人买了 因为他都放到潘顿上去 蔡又汉搭潘顿 要有些费 因为你记不记得 如果你解到 星期三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过 那只骑什么 不是有长眼眉 其实是幸福的 所以就调了一只蔡又汉搭 给潘顿 我想是因为他们 你说的答应 就是一招 应该就是 那时候一招 这只都答应了 是 如果太热的话 我就提议不要买了 这些马都是 敏敏的 不是有苗头 不是12马 有苗头很恐怖的 有苗头好像是输硬的 指数 但我很有信心 感觉到 你这么多人说 介绍叶楚行那两只 都感觉到 好像美场那样 12马 不是那些 如果有钱 留在那些 不要买金刚共生 12马 壮观到 一出门 我看到 怎么搞错 排在那个位置 贏不了 没可能贏不了 好 第二只都是你的 第二只都是我的吗 是的 今年的主题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 那当然是希斯 希斯是王者精心 这些是PPG 大家知道这个马主 在外国也有很多好马 但这些就是PPG 医领64万也算便宜 不过这个货园应该是不贵的货园 我已经四岁了 试过很多集 试过六货集 有五货是泥集 五货是泥集 五货泥集里面都有 一是一一是二 其实他试这集 六货集 一是第一 一是第二 全部都可以跟到前走 你排二档 跟前走 跑泥地 还有你如果看血统表 他附系那边 和武系那边 都是一只物 叫淘金姐 Vistapro Spectre 有这一只血统 你重复了血缘 出来的特点就是 是一只熟透泥地 短土很好的马 第二 非常易伤 所以为什么呢 所以为什么 要快点买了 因为你不知道 它什么时候会伤了 这些不是一种 那一只马很热呢 非常热 非常热 我估计是 介乎17至19元之间 那麽重要 那看一看票 没有 因为我们是星期五晚 錄影 未有赔率 那我们就只有去想 有什麽分别 你星期六錄影 星期日都会变成 你星期日组织场 就立刻临开 跑到飞 到你 到我了 那我就喜欢第七场的一号马 三元蜜蜜 这只马大家都知道 很厉害的马 如果可以赢 想赢 在中间这一场 在中间穿出来 当然不可能爆大蜜 你看回它 主力的路程都是千世米 无论是三班 或四班 其实都有个头马 很多时候被人忽略 但经常都爆 上季1600米 跑完那场三截之后 就开始减分 最终有17分 减了60分 现在就跑回四班 可以跑四班60分 对 四班 来回四班 就负重 跑了度位 密化素 那些都跑八场 才可以下回四班 没错 下回四班 下回四班 这马就非常杀伤力 还有一样东西 下回来就跑1400米 就跑回首班路程 最重要的就是 蘇保罗找潘顿上去 这个我不明白 迈距离也很害怕 很厉害 上季有28次合作 13次上名 上名量是接近一半的 蘇保罗不是太多 这是一个很有支持位 你也看到开罗日 有位小保也上名 看看情况如何 骑恋合作愉快 但我就怕去负重榜 又是那句 我赌马就很看赔率 如果这只马到头来 成为一只热门 四倍 三倍 我完全不会碰 又是那句 基本上去负重榜 因为以前贏的时候 通常都是负轻榜 如果你问我的话 如果这只马是有什么冬瓜豆腐 我就买6号和7号 果然有和锋黄快乐 这个已经是刚刚 星期三晚 但无可限量输到浪漫的时候 就变成一只尽着时在外面铲 你不知道方卡派哪只铲上尾 我就提議 买三棉密楼 随时可以移动 看看能不能移动 操练是没问题的 现在看赔率 希望赔率有6-7倍 那就薄薄了 没错 你是拖6-7 我补5号 威厂也是要看着的 好 最后一只马 我介绍第九场 我要田鸡 要10号的支度在胜 支度在胜 支度在胜很简单 1-1-1-2 一只非常赛绩好的马 上一季3-2 没有花没有架 不过我买最大的那次 是输给小妙荣光那次 没办法 那三班升上二班 那够不够呢 我就觉得够的 而且这场的马应该不是那么多 其实这场是很弱的 我买的最多是输给当家精神那次 其实那场也是看到潘顿 其实骑下去是模糊的画面 这次田太安骑下去 就算没有也够打到正马 是 轻磅 1-119磅 现在又配田太安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如果拖就拖必长胜 我想这场马是知道再胜 和必长胜都热了 平海掌声有飞 我觉得不会很热的 你想想一下何敏年 就是何敏年 这场马很厉害 我这场马就提议大家拖1-2 拖1-2 你拖1-2-7 都应该很热 因为平海掌声和聚财 我就选择知道再胜 和三元密楼 首先我们要讲三宝环节 三宝环节当然是看回第八场 对了 第八场你有什么喜欢 第八场有什么喜欢 首先布布鸡 首先布布鸡 是希斯的新马 这一场有两只 两只PP都是初出的 就是布布鸡和喜奥龙 布布鸡就是 你看到衣服很猛烈 但是来到香港之后 试一些杂有少少 还未太上力 反而如果你说要我选 我就选了一只喜奥龙 因为喜奥龙 如果你看回之前在外地跑 在澳洲跑的时候 他是跟前跑的 在中间那些位 但是来到香港 在重发市集是可以追马的 我觉得这一只马 你记不记得上一次 方家柏有一只自购马 叫做超级军团 超级冰团 追路慢慢的声 追得很厉害 这些有个说法 就是说方家柏今年 会突然之间出击 我想这一只 老板火炭也不热 这些马 这些一定很多倍 那就是你要一只喜奥龙 我补一只烟门 我喜欢罗门罐 我要烟门罐 我要烟门 应该很热 因为田太安佩高冬 我补一只烟门 好了 第三只做的烟门 第三只做的烟门 你喜欢发财宝 因为二话不说 我先想一下 你选吧 发财宝和二话不说 发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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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和127 1212 1212 对不起 你是要这个喜奥龙的 第九场 第九场已经有我那只 你选必长成 知道再胜必长成 最后一只是什么 你选吧 我選擇嗎?我講了一隻很有實力,我要平海掌聲 好,第10場,首先有什麼呢? 第10場,我真的要買一隻聰明導彈 我隱隱若若,剛才交稿的時候交條綠環彩 我覺得方家柏是有的,因為上一年的賽馬日田泰安是騎士王 但同時間也有兩個聶馬斯,方家柏是贏了自然君子和顯心聲 賀賢贏了護力寶驅和八卦,這兩個聶馬斯我都覺得可以買一下 但不太覺得賀賢可以贏很多場,反而我覺得這次方家柏是可以贏的 你要聰明導彈,我剛才說了,我喜歡微影陽飛 雖然檔是一般的,但第一件事是填雞,第二件事是這隻馬基本都很接近 如果你要選擇的話,可以選擇3號吧 中華盛景嗎? 高東尼也是一般的,好啊,那就要3號吧 那我們是不是三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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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三隻三隻 我就會看一隻勁力十足的,不過應該是二本來的 我們要中華盛景,聰明導彈和微影陽飛 好,三保環節,希望這次三保順利名中 騎師王呢?騎師王是敏敏的 你說買田泰安就照近,當然不敢有 沒什麼賠率的,因為田泰安騎馬比潘頓更多 潘頓更少一場,田泰安吧 都是田泰安,莫萊拉比較敏的 莫萊拉的馬好像烏合之中 莫萊拉騎了,但是敏敏的 其實那些是找不到有什麼,田泰安大熱門 騎師王應該,田泰安大熱門 那就田泰安吧,田泰安大熱門就不是點幾倍的那些大熱門 明天晚上兩倍,騎師王就去田泰安了 好,常熙波,買金教堂吧,明天晚上 金教堂吧,沒有什麼重要的,有八人 有沒有其他東西提供呢? 沒有了,金教堂拿來當場球,過一班 好,常熙波馬,球有什麼提供呢? 球是這樣的,大家都知道 施朗原本沒那麼快出的 但是他向蘇斯亞特要求他快點出 應該會對紐卡素出的 主場對紐卡素,我看到馬會還有1.5球 入流大賣,當然要買 有兩場球,一場就是曼聯對紐卡素 一場就是巴黎聖日門對一隊不知什麼隊 美斯出了什麼? 最好是美斯尼馬不要出 因為他們在南美洲打的外圍賽 早幾天 我的感覺是,我買了很多場巴黎 今季因為他的陣容太鼎盛了 我常常買大賣 我的感覺是,尼馬和美斯這些是未上力的 反而你出的那些二線 例如原本有在巴黎的隊員 還有麥巴比,那些踢得很好 又快又速度 克萊蒙特,1.2倍 現在暫時,我起碼下飛的時候 都還可以買的 就是巴黎聖日門的大村,曼聯的大村 也穿了兩倍 不錯,買球也是這樣買的 其實口訣是很簡單的 你買主場對著一堆垃圾 最好球數越低越好 但你就要用駐馬的大勢來彌補 賠率的不足 要不就過多幾罐 那麼RV來比石對巴黎聖日門 我的感覺是巴黎聖日門有少少金貴 可以買大的,因為他是後防塞得到球 但其實他前面入球的能力 有時候又不是那麼厲害 你知道巴黎聖日門打到3.5球 你經常介乎在三球和四球之間 這樣就很敏 而且最壞的是德國是不保時 他經常都很快就吹雞 吹雞,你也吹雞,他領先先生給人 他就不保時了 所以有時候你很望門輕攤 我看完賽程之後就是這樣 暫時巴賽都頗熱血 但巴賽那種熱血是否代表可以不斷追著他買大 也未必 黃馬可以買多些大 因為變回安賽學題之後 都是有錢無口打死法袖的 大概都是這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捉了幾隊強隊來買 因為有多些認識 好過買一些不知什麼的那些 22個人都不認識的那些球 輸了不知什麼事 沒有錢賭賣很慘 你知道 所以這兩場是星期六買的 星期六我最主力就是買金教堂 萬聯帶和巴黎的帶 然後收了錢之後我會買王者徵衫 然後就會買少許 不要賣太大 那是金光復星 我希望自己順利開齋 我留意西甲 西甲來到今個星期進入第四輪 頭一二輪都是如我所料 很多和波 亦有開過很多長1比1 你看回如果你長1比1 在頭兩回合是有錢賺的 但可能流行出來了 結果去到第三回合 第一回合就不靈 沒錯 他們是這樣 到第三回合的時候 你會發現最後幾場都不斷開大 還有很恐怖的 4、5球 對 似乎你看見那個 trend 又逆轉 波都是這樣的 通常這些叫做什麼 是這樣的 但是問題是 去到第四回合 嚇一嚇你的時候 你縮一縮的時候 你以為開大嗎 我又覺得他又會開正常 還有西甲的球員也是很忙的 現在又要回去踢 你明白的 那些人 所以其實我以前 很多年前的時候 做的一個做法是怎樣 你開一本拍子寶 譬如你覺得英超就是萬聯萬城 利物浦、車號士 那你又寫下他 開一行 譬如你覺得德甲是法人 和多蒙特開一行 西甲是黃馬 巴賽馬蹄會開一行 那你如果一路 一路標準 標準他們每個禮拜的賽果 譬如如果他們連續 已經很多個禮拜 開大 又有上本性 那就是我危險的指數越來越高 就是割韭菜的機會越來越大 通常是一炮就收割 通常都是這樣的 那我就有兩場心碎 那是星期六那兩場西甲 分別是六十四場 94 94 畢爾鮑對馬略卡 另一場就是利雲特的華利賈奴 那是一些中游的 都是面目模糊的隊 很久 現在馬略卡第六 是嗎 我會買兩注一比一的 現在的賠率分別是5點 你過關呢 就買著二川衣 就玩一下 買著二川衣買90元 那我來玩一下 因為我最近也不太順 我現在先縮一下 先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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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阿常認識你 就是贏谷書縮 通常的賭仔都是贏縮 我不是的 我發現自己的運氣 不是的 我跑過兩天馬就感覺到 我現在先縮一下 我就買兩場西甲的1比1 買90元就算了 玩一下 希望先縮一下球 先贏一下運氣 其實也是這樣的 我也希望自己星期日會開債 你那種開債是什麼 我一注票都沒收過錢 沒收過錢 有一個著名的平買人 吳松 就說過他的練習是這樣的 每一季開羅第一場一定買全餐 每一年西力新年第一場一定買全餐 他買全餐有10元 他說務求在這些大開債 例如農曆新年那些 他說一定要收到錢 我亦都會參考 因為我連續兩個賽馬日吃八果 老實說 我跟你說 我是很少的 我也是挺謹慎的人 兩個賽馬日無端端都輸了 差不多有2000元 我現在就很不開心 星期日那天我會大熟住 我就會玩三四百元 就用你的方法 想買可可債 沒辦法馬上黑 因為你還有一個方法 你買了之後 如果你買全餐就最多問14主 你開了20倍 本來你有錢贏 沒有 一句都說完 總之運氣和自己不合 我就先賭小一點 這個是基本定理 我覺得這個是基本技術 做一個跑 作為一個賭錢的人的基本技術 覺得運氣不太遷就的時候 抱歉我就玩小一點 玩到順為止 玩到運氣回來了 遲養了 然後再玩大一點 這個是基本技術 沒有的 你好像我小時候 想著西甲最後那場 追回數 通常都是大問題的 不要搞這些 所以我星期日那天 我只會入三百四百元 去玩而已 輸了就算了 直至自己順為止 這個也是我這麼多年堅守的原則 那沒事的 非常珍貴 我還沒試過堅守到這件事 我是堅守的 我發現兩個賽馬輸了一千元 兩個賽馬每個禮拜 兩個賽馬輸一千元 就是完全不順 因為我基本上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我會縮住 今個星期五 今個星期五 會縮住 對 先避一避 順番再繼續 很簡單的 沒錯 祝大家好運 祝大家好運 分享了我們的心水 要不要再總結一次 馬是哪一隻 首先是第一場金剛複星 還有第三還是第四場 先看看 就是第三場的王者精心 我就是第七場一號馬的三元明路 潘頓奇 另外就是第九場的十號馬之道在城 對 就是這次 那波是你 是甚麼 波是萬聯帶 穿巴黎聖日門帶 穿了兩倍 對 再加上 我會買愛爾蘭冠軍錦標 叫Iris Champion Sticks 就是買這個金剛複 好 那我就介紹兩場星期六的西甲 兩場都是中游對決 我都是兩場買1比1 5.8倍 5.9倍 買一條二川三萬萬 就是這麽多 好 我們下次的常熙波馬時間再見 拜拜